其實啊,球迷用非常幽默的方式啊,來講說 這個雨刷跟這個標靶是傻傻分不清楚 其實我們這幾天啊,在各大的這個節目當中也有看到 其實各大節目都開闢了很多這個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這個討論的時間 也請了一些專家求評,然後甚至是名嘴來討論 周思琦這兩天有看報紙媒體,有看這些節目嗎? 在事發的那兩天有看啊 不過本身這樣越看,覺得不知道是生氣還是難過啦 因為連一些名嘴,資稱是名嘴的人 就覺得說他們好像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連棒球也懂這樣子 不過他竟然把我去年所發生的事情 連我的名字都講錯 講什麼? 就不要說我姓周,他可以把我講成姓和 就差真的滿多這樣子啊 對啊,也就是說,肯求這些名嘴或者是一些 所以你叫何思琦是嗎? 不是,我姓周 喔,OK,他叫周思琦,比較何思琦 對,是不是也把你的球隊搞錯? 也搞錯了啦 我明明去年是在 某 迷迪亞嘛 不過他是把我講的時候我在死報應 所以就覺得 覺得滿難過的啦 對 聯盟在這方面是不是也蒐集了一些 這幾天有看到各個報章媒體 或者是有一些不法的影射 或者是有一些不實的報導 是不是也有在蒐集這方面? 基本上我們從事情爆發的第一天 我們就跟其他的媒體講 就說不能非法用我們的引帶 第二個我們希望他們了解 不要影射到無辜的球員 知道多少就報多少 我覺得據死已報嘛 然後我們錯 我們當然會跟大家道歉 因為不幸發生這種所謂的打假球事件 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如果大家認為棒球是台灣的國球 我想你應該是愛棒球 那你就會想辦法 大家如何來解決打假球的問題 而不是打落水狗 打假球 要解決打假球的問題 因為它已經連續發生了五次 那這個已經是社會 非常非常重大的社會事件 它已經不是中華職棒聯盟 或是球隊球團球員可以解決的 當然球員不自愛 那是他個人私得的問題 可是面對那麼大的利誘 甚至於就是整個大環境是有組織 而且是有這種招式來利誘你的時候 請問我們怎麼保護這些 手無寸潔的球員 我覺得這方面大家要去思考 然後今天行政院長有提到 就是公權力要介入 那如果公權力想要介入的話 怎麼來幫助這個環境 我覺得是大家要去好好思考的 其實今天呢 包括了吳敦玉 他也有講到 他說到一句話說 源頭不止源頭不死 那麼其實這兩天 紅領隊有提到 你去年抓了三五個人 今年抓了三五個人 你沒有辦法根絕源頭的話 是不是明年後年 如果還有中華職棒的話 這些事情是不是還會一再發生 基本上一定會再發生 這個是以目前來看 它是斷不了的 但是減掉如果改變另外一種 所謂的辦案方式 或許可以解決目前的問題 不是說每一次辦一次案 就傷害這個環境 然後職棒又要在非常風雨飄渺之中 慢慢再建立上來 我所謂改變一個辦案方式 是說就像今年初就是行政院長 前行政院長那個劉院長 他有跟體育會 甚至於整個法務部 大家都簽一個協議 其中有一部分最重要的是 你要防止職棒賭博 就是要把事件還沒發生的時候 你就要把它給阻止 然後要阻止他 我覺得只有公權力 有監聽跟蹤這方面的權利 他也可以跟球團告知球團 讓球團把這些事情都給處理掉 那另外就是把這些外力 就是說接觸在球團之外 接觸在職棒之外以後 球員就不容易受到利益 那這樣子做的話 可能對環境的改善就很大的幫助 其實今天在馬英九總統 在公開場合也有提到 他們希望說未來能夠讓公權力 來介入來保護這些球員 那麼其實在前兩天也有聽到一個消息 就是在統一師隊的領隊 林真祥領隊也有提到 他說其實包括統一師隊 他們之前也有跟台南的檢方 可能有一些密切的互動 那可能是在這個比賽的當中 這些檢方可能就會到現場來盯場 那是不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能不能杜絕這個黑道的歪風呢 思琪如果你覺得說 在這個比賽的時候 可能會有這個檢方在現場 可能盯場你覺得有幫助嗎 我覺得或多或少都有幫助 畢竟你看 像師隊他們 這幾年的努力 辛苦耕耘 都有不錯的結果這樣子 然後覺得可以效法這一點這樣 基本上來講我非常肯定檢調單位 來幫助我們 可是我還是要強調 剛剛有講的 不是做破案的動作 而是要在犯罪還沒發生的時候 你就把它給破壞掉 這樣職棒才有可能乾淨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好了 就說職棒它是不容有一點點 一絲絲假球的成分 那人家會覺得是造假 甚至比賽整個造假 那怎麼辦呢 就是在這個問題還沒發生 你就要把它解決掉了 所以這個就 這一部分是我們最無力的地方 可是是公權力可以介入的地方 如果說公權力可以把這一部分 給處理得好 我想職棒的未來還是很光明 OK 最後我們要不要請思喜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身為目前中華職棒兄弟項隊的議員 那麼面對現在球團陷入這麼大的一個風暴 要不要跟球迷說幾句話 其實我們剛剛也看到有很多很多 真的很力挺你們的球迷 那還是要首先要感謝 不離不棄的球迷們 不是只有項迷們 像其他隊的球迷都有到場為我們加油鼓勵 然後我也真的非常感謝你們 對我們的鼓勵這樣子 然後也希望說請你們繼續支持我們 支持台灣的幫手支持台灣 謝謝 OK 好 今天馬英九總統提到了 要救國球需要靠大家的力量 我們當然也希望呢 政府用公權力來介入呢 要提出具體的方案 不要只是說說而已 今天非常謝謝思琦 還有謝謝熊哥來到我們新聞現場 先稍微休息一下廣告就有更多的 國內外體貪動態